這是一段讓你完全放鬆 平靜的時刻 這是一個讓你感受温暖 自在的原地 在當下 在這裡 你可以真誠地面對自己 我是你的心靈守護者 我是安安老師 我是安安老師 哈嘍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今天的節目 我是安安老師 今天安安老師要來回答 聽眾朋友的提問 有一位聽眾朋友來信 他說他在生活當中 常常感受到一種羞愧的感覺 比如說他覺得自己沒有打扮好 他就會覺得很羞愧 跟人家交往互動 如果表現不夠好 他也會覺得很羞愧 自己的朋友不夠多 他也覺得很羞愧 生活當中有任何事情 沒有處理好 他就會覺得很羞愧 那麼他自己分析說 是不是因為他的原生家庭當中 父母對他有很多的期待 但是也常常罵他 但是也常常罵他 很沒有用 所以當他長大以後 他自己覺得 他雖然載滿了爸媽的期望 但是呢 卻沒有辦法達到他們的期待 他覺得自己的表現平平 所以他想要知道 到底為什麼 他的生活當中 會帶給他這麼多羞愧的感覺 然後他想要了解他 然後好好的處理 該怎麼做 那麼對於這位困惑的聽眾朋友 我想對你說 恩恩老師看完了你的來信 看完以後 我好想給你一個抱抱 這個抱抱不只是心疼你受的苦 更多的是 心疼你沒有看見 自己原來是這麼的美麗 著名的心理學家 阿德勒他曾經說過 他說我們每個人 或多或少 內在都會有自卑感 因為我們每個人 都想變得更優秀 都想過上更好的生活 所以 恩恩老師要先跟你說 你感覺到很羞愧 感覺到很自卑 這並不是一個問題 反而是因著他們 你想要去改變自己 想要變得更好 其實這是一個 升華的動力 它並不是什麼不好的事情 但是 隨著我們人 逐漸地成長 也許我們可以試試 另外一種方式 那就是 我們用接納自己的方式 讓自己成長 而不是用自卑 覺得羞愧的方式 逼著自己改變 如果我們能夠 因著愛而改變 而不是因著恐懼而改變 那麼 我們就享受在 那個改變的過程當中 那就是真正的正念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上過 安安老師的正念課 在課程當中 我們提到 什麼是正念呢 正念就是 pay your attention to the present with curiosity and kindness 翻成中文的意思 就是我們 將專注力 放在當下 用一顆好奇的心 用一顆接納的心 這個接納的心 讓我們可以安住 讓我們可以 感覺放鬆 平靜 但是這個安住 放鬆跟平靜 並不表示 我們就不動了 而是我們同時 也用一個開放的心 這個開放的心 就像是 孩子的赤子之心一樣 我們願意去嘗試改變 但是呢 即便改變的過程 可能遭遇挫折 可能改變的不成功 我們也都覺得 沒有關係 我們是接納自己的 那麼你可以看見 接納自己 愛自己 讓我們有了底氣 而開放 探索的心 讓我們有了前進的動力 有很多人 生命裡面 遭遇問題 他沒有辦法 用一個開放 接納的心 去應對 所以對自己 現在的一個狀態 他很排斥 然後他感覺 很不舒服 但是呢 你要他去改變 他卻又覺得很害怕 不敢跨出那一步 那你可以看到 這就是喪失了 我們接納自己當下 以及 願意開放自己 往前探索的勇氣 所以學習正念 幫助我們 可以用一顆 開放接納的心 去應對我們生命當中 遇到的困難 接納 幫助我們有底氣 不慌亂 而 開放 幫助我們願意改變 願意前進 就是這樣 一步一步 一步一趨的 我們逐漸的 能夠成為 那個理想中的自己 那麼 安安老師 現在看到你的狀態 你是 因著自卑 因著羞愧 做了很多的事情 很努力 想要去改變自己 這個部分很好 但是呢 如果可以 用一個接納自己的態度 那我們就會放鬆 平靜 快樂的去改變 而不是覺得 擔心 恐懼 羞愧的去改變 那要怎麼做呢 安安老師在這邊提供 兩個做法 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 我們要先學著 感謝那個羞愧的自己 你可能會覺得 覺得很奇怪 這個羞愧的感覺 很不好 我想要趕快 把它甩掉 那我還要感謝它 是為什麼 就像安安老師 一開始提到的 其實 你因為它 所以 在過往的生命當中 你很努力 然後你願意 不斷地去更新自己 願意不斷地 去完善自己 你要感謝它的出現 不要急著把它甩開 因為它存在 有它的目的在的 所以你要先感謝自己 願意去改變 只是自己可能 還不知道 有更好的方法 所以它用了 最原始的方法 就是讓個體 产生危機 威脅的感覺 去改變 這個其實是一種 生物的本能 它沒有什麼錯 所以不用去否定 自己的生物本能 但是呢 我們同時知道 我們可以從猴子 變成人 我們不需要被我們 很原始的 這一種本能 給驅動 我們可以進化 成為比較高等的生物 但是不要去否認 自己本來有的 這一部分 所以你要去感謝它 感謝自己 願意改變 感謝自己 想要變得更好 接納自己 有這一個部分 那不用急著 覺得我想要 赶快擺脫 這種羞愧的感覺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驅動模式 這樣子的一個動力 它已經跟著你 好多好多年了 我們要做的是 跟它和平共處 並且慢慢的 幫它轉移軌道 這個內在的驅動力呢 就好像水流一樣 它是很自然 就會一直湧出來的 你要把它塞住也不可能 那它有它水流的一個 原本的軌道跟方向 那我們要做的 就是幫它再挖 多一個通道 讓它往別的地方流過去 就像大雨 就像大雨 治水一樣 所以第一步 我們不是要去否定 我們沒有這個水 也不是要把它塞起來 而是接受 這就是我們的生物本能 我們會羞愧 這沒有問題 感謝我們曾經有 這一個部分 也是因為這樣子 它讓我們變得越來越好 那麼第二步 就要講到 安安老師說的 我們要把它 轉個方向 我們要讓這個水流呢 不是流向恐懼 而是流向愛 在針對這個抑鬱症患者的一些研究裡面 就發現 抑鬱症患者為什麼他會抑鬱 通常是因為他想要去完成 或達成某些目標 而這個完成達成目標呢 其實就會激發我們內在的一種緊張焦慮的感覺 就像我們在第一點裡面提到的 這是一個內在的驅動力 那它本來是好的 它其實是一個循環 就是當我們想要成就某些事情的時候 激發了這個內在的緊張焦慮感 就促動我們趕快往前跑 那如果我們發現沒有達成目標跟成就的時候 這個內在的焦慮又會更大 所以又逼著我們再更努力一點往前跑 它其實是一個循環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 有時候電腦為什麼會當機 就是因為系統過熱了 所以這個成就的模組 跟這個焦慮的模組 不停的互相激盪的時候 有時候系統過熱以後 我們的大腦就當機了 這個大腦當機就是我們就抑鬱了 那這時候需要什麼呢 它需要一個冷卻的系統 這個冷卻的系統 其實就是我們說的 必須要有一個東西來承托 來緩和這個過熱的系統 那這個能夠承托抚慰系統的東西 就是我們說的慈悲和愛 所以當你能感受到他人無條件的愛 或者是你自己能夠給自己無條件的愛的時候 這個系統它就會運作得更加的順暢 而我很強調這個愛是無條件的 因為它並不是你一定要達成某些成就 某些目標它才會出現 而是它一直都像一雙手一樣拖著你 無論你有沒有成就 有沒有達到你的目標 無論你有多焦慮 它都在那裡 那可能在你的來信當中 你提到你的原生家庭 父母對你有很多的期待 那可能你會覺得父母給你的都是有條件的 你可能要必須達成某些他們的期待 你才能感受到這一份愛 那現在我們長大了 我們成熟了 我們可以試著去理解父母 也許因為在那個年代 他們的學歷有限 知識有限 也沒有學過心理學 他們不懂要怎麼樣成熟的去愛 所以他們只能給出那樣子的條件的愛 那現在我們長大了 我們可以當自己的新的父母 給予自己無條件的支持和愛 所以我們開始去練習 無條件的愛自己 接納自己 我們開始練習 因著愛想要去改變 而不再是因著恐懼 因著害怕 因著覺得自己不足 那要怎麼樣來練習呢 在正念課裡面 我們提到內在小孩的練習 這是一種 因為原生家庭造成的內在小孩的受傷的感覺 你可以透過這個練習 去修復內在小孩 那麼還有一個練習 是自我關懷的練習 那麼這個練習 安安老師做了一個導引的音檔 如果聽眾朋友有需要的話 你們可以加安安老師的公眾號 就搜 照安安安安安 然後進來以後 在後台打上自我關懷 那就可以收到這個音檔了 那麼你可以一天做內在小孩練習 一天做自我關懷的練習 安安老師相信 這個會對你的 自我接納 會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你開始知道 原來你自己就可以給自己無條件的愛 所以綜合以上所說 我們要懂得感謝自己 這個羞愧是一種動力 不要覺得我一定要把它甩掉 接納自己有這一部分 然後接下來呢 好好的練習 內在小孩 還有自我關懷 那麼你會發現 當你愛自己的能力越來越高的時候 你很自然 你就會把自我轉變的這個動力 從羞愧變成因為愛 一步一步 那一天就在不遠的地方 祝福你 一天就在不遠的地方 才能看見 我變得不遠的地方 讓你來越高興 就在不遠的地方 就在不遠的地方 要得到不遠的地方 ig沒得到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